三十一,《明報周刊》,《新北歐塞爾哥本哈根夏》 2015年7月18日封面故事 M038-071同鎮南2015年6月 Numa的全球最佳餐廳被西班牙克羅納的Roka兄弟的Alcelade Camroca餐廳奪去 並落後於意大利Modernia Pasteria Franciscana之後只能居居歸君 一如以往,全球最佳餐廳官網將頒獎照片放到板頭 於是全世界都看得夾在Roka兄弟中間Renmritipi那牽強的笑容 一時間,人們談論Fuji當日猶他領軍打出名堂的新北歐塞 Nunodic cuisine是否從此被趕進歷史? 2015年6月,葛本哈根剛好迎來當地人盼了十個月才重臨的下 我們在朝六晚十的陽光眷顧下,跟當地人一樣 長榮於花香樹香草香之中,所不同的 是在這充滿年輕和創意的新北歐塞發源地 尋找通往二世代的入口 從一到2.02004年,由丹麥Renmritipi和Closmeyer領頭 聚集了北歐其他國家的廚師和業界精英展開一個名為 新北歐美食運動,Nunodic cuisine movement 當時與會者簽訂了新北歐美食宣言 Nunodic cuisine manifesto,下簡稱宣言著一 十項宣言強調的是,新北歐廚房代表對純正、清新健康、 簡約、道德、堅持只採用永俗和人道生產模式處理食物 及對傳統文化、創意、工藝等的追求和探索 在廚師單純推動創意、健康和文化保育後面 其實找藏體北歐物產在國際間打開新市場的無限可能 因此次年便得到北歐部長理事會的肯定 並展開了一連串跨國合作企劃,而各國內部 除了官方進行極為緊密的跨部門合作 將新北歐菜視為一個全新的創意工業去培育 同時對外不停加強宣傳 各相關業界如飲食業、漁農業協會、設計界別、學界 等自發地不斷進行研究交流 就這樣,整個新北歐菜的基本生態已經建立 徐浮 合作 當時剛開業不久的女蜜聲譽逸龍 並在國際間獲獎無數 新北歐菜可算風行一時 尤其是當爭於Dalbili-Fi下工作的Rain Maritz Vipi 在2010年以聖經故事中大圈 H.一輪小石激島巨人哥利亞之之奪 去老東家手中的新Pellegrino及Aquipana 的全球最佳餐廳桂官 之後四年,憑浮 天才 寧願在地球另一邊的村苦老夫 茶餘飯後也能將新北歐菜 怪於嘴邊作為一串遙遠的葡萄來恨得牙養養 好景不上的事 眼中只有藝術追求的天才Rain Maritz Vipi 於2013年認為當年的伯樂Klosmaietsi其金匡 當年來利用Nouma 的名聲替自家旗下餐廳賣廣告 一怒之下跟其拆火 2015年6月 Nouma 失落於全球最佳餐廳 這正正新北歐菜已經到了二階段 任何一個產業市場的發展都經過以下階段 由才華橫日的天才負責創世紀 都被別據惠眼的高文化消費景 當然,市場才叫出現 因而吸引一班人跟隨天才學習 這樣供應便增加了 而先前經過一小撮春光鴨追捧 追求品味的大眾財會對天才產生需求 先前跟隨天才的第二梯隊便負責擴展市場的重任 自從時裝界出現Fast Fashion 我們知道今天消費市場比過往任何時期來得瘋狂 天才一如天上明星 在被消費市場消耗的過程中極速捧為巨星、控巨星 但很快便會變成星光暗淡的百藝星 好運的會被推上了神秘人依然供奉期待他 什麼時候下次神與指點迷津 極小眾市場 而當天才不再有吸人眼情的新招推出時 便一如容暑下堆放好樂 動憂博 也沒有人理會 因為世界已經正式由保留了天才特質 但對市場較為親和的第二梯隊營運 事故,當下已進入到新北歐塞爾時代 主一 H.T.T.P. 母豪商 斜線 NunodicFood.org 斜線 About 下滑線 N.N.F. 下滑線 I.I. 斜線 Nu下滑線 Modic下滑線 Kerchen下滑線 Manifesto 斜線 科興的情書Nikoline Rackert Dalcato相比於新北歐塞爾 由慕密天才和商界其才神機描算經營的石破天經 新北歐塞的二世代 目考Bias個情誌 雖然Nikoline Rackert出道於一世代 但跟同時候其他廚師相比 他走的是自己開出來的路 而更大的分野 在其對家鄉痴情 在於其他廚師往往憑借顯赫的詩誠誓是讓信眾更死心塌地無敗, 但多次獲獎的Nicolai,傳媒總愛形容她是自學成功的米芝蓮廚師, 而其微語間流露出屬於偏遠島民獨有的掘槍, 更容易令人誤會她還是年少輕狂的二十世代,其實我已經35歲了,哈哈,2007年, 我在哥本哈根居住多年後和儀式之有Rasmus Carford, 因為念念不忘出生地本孔,博恩霍姆島,及我們的味道,香氣和回憶, 決定回到島上開一家切頭切尾在地風格的餐廳, 兩個年輕人加上三十個朋友,在十四日之內夾手夾腳將那間面對 波羅的海的小房子變成了Caddle,對於餐廳經營活什麽概念的 Nicola和Rasmus來說,他們唯一想做的,便是做一家好的, 讓人感到隨性的餐廳,或做出很好吃的菜,好吃,是一種主觀感覺, 尤其對沒受過職業級訓練的Nicola和Rasmus來說,好吃, 一定是來自而時探險過無數次的海邊山林的山菜野果海魚, 及來自Nicola祖父和母親煮過的家鄉菜,我家人都很愛吃,祖父是個很棒的大廚, 從小他就教我食材的好壞,訓練我的廚藝技巧,就像從海為徐益揭篇 B. 三文魚,清魚或河中的鯉魚時,他會教如何用不同的葉織煙燻方法突顯他們潛在的, 不同層次的鮮美。媽媽也是好廚師,他教我煮菜,如何使用不同方法, 想點小花樣樣同一種食材煮出不同的味道。他又教我以自然動力發主意種菜, 這種合乎大自然規律的耕種方法可以讓作物的味道更美, 不同於正統出身要經歷學院和業界強家的外在製爪, 半途出家的Nicola Oresmus,從烹飪手發到食材供應, 先想的不是如何省時折留,而是想如何向人傳達他對博恩霍舞蹈的迷戀。 2008年當他們接觸到宣言時,被當中強調風土季節、永續, 在地性等前瞻性建議感動,從而產生間激進的想法, 要將新北歐塞的在地性前推置限制在博恩霍舞蹈 者面對波羅的海的小島上,這個風土氣候跟丹麥本土大不相同的小島, 便是卡羅的精雲。因此,除了卡羅的島形雙標, 就連食材要盡量採用本土生產,以自所用的成氣 也視為托島上的圖藝加特約消製, 這種執迷吸引到另一個有福爾 P想法的Magnus Carford加入卡羅拳隊, 主義,自然動力發白Dynamic, 建基於有機種植,將農場視為統一且獨特的有機體, 強調土養植物動物天體運行之間的關係和均衡發展, 除了便用有機濃發的天然堆肥和絲肥方法, 敢指使用人工化學藥劑, 最特別的是使用特殊草本與礦物原料之養作物。 今天當我們望後坎濱二號店內排列整齊的角色即物樽, 很容易忽略這三個博恩霍舞蹈死中部隊當初的不知天高地厚, 當時新北歐賽還是初試提升階段裏面還未成為全球第一, 我們膽敢來交危制詞 無賭的業績煙燻技巧, 而且個到地方勢, 根本不夠農戶提供足夠作物, 我們除了自己種菜, 還要團隊一起去山邊海邊採野菜, 其實真是膽粗粗, 與接近大自然, 他們博恩霍舞蹈的風土更不能自拔, 一豬樹一撒倒影, 都刺激了團隊的創作肉, 這種鮮明而執迷的性格令卡瑞有比於其他一世代餐廳走的路向, 雖然功夫繁重, 但商業上已經站穩陣腳, 掌也越來越多, 但由於面對波羅的海吹來猛力的海風, 選子博恩霍舞蹈的卡瑞只在下季開業, 再加上人人熱愛家庭, 著重生活質素, 入下班都只會賣菜回家截主享受家庭樂, 他們認為想管只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以外的社交聯誼, 因此除了假日, 平日根本沒有人會光顧餐廳, 為了讓更多人領略博恩霍舞蹈之美。 2011年, 由於Nikola和Rasmus各自組織了小家庭, 為了更多時間陪伴在哥本哈根的兒女, 他們決定在哥本哈根開一家在下季以外做多兩個季節的二號店, 而博恩霍舞蹈的一號店除了下季以外, 就只有客人訂座的時候, 整個團隊臺會回島上提供服務, 每年夏天整個哥本哈根的人都親彩隔油、外遊, 因此從7月5日至8月10日這為期約一個月期間, 二號店會上舖小優, 全體員工會跟著返回博恩霍舞蹈繼續營業, 二號店所在的Christian Chef在1970年代試過充滿波希米亞氣息的社區, 近年推變成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時尚區域,因此走在路上, 你會遇到專業人士、嬉皮士、學生、藝術家或普通的一家大小, 正是這種自由的、隨性的感覺更似於博恩霍舞蹈的感覺, 亦陽卡女選指於此,乃如亦M也是丹麥一部分,但跟著微琴匹, 我住的小鎮是個小社區,只有一千人,在那恩A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 是個很安全、慢、但很有創意的社區,有很多手工匠人、 陶瓷藝藝人、藝術家選擇在那遵責Kao。 訪問結束之時,店女尼曼柴圖握演B各種蔬菜如肉傳出來的香氣, 有一剎那,我以為自己已經身處博恩霍舞蹈, 純相好象被波羅的海海風吹過一樣,帶點鹹氣。 Katawilders Gate Sub A,1408 Kopenhagen網址HTTP, 無號商斜線Katawilders Gate,斜線電郵KBH at Katawilders Gate電話, 加4533252223經營餐廳、社區保育。 Katawilders Gatehand網址HTTP豪去B . 戲物都來自博恩草武島,他們不只向島上藝術家定頭戲, 向農家瘋人如紐、獵戶、燕燻屋買食材。 乃可奈說:「因為博恩霍舞島只是一個小海島, 農戶提供的食材難以應付Katawilders Güong », 於是為保證店內食材供應。 乃可奈不單親自和團隊於臨間海邊採收野果野菜海草, 還以自然動力發自家種植需要的蔬果, 看在香港人眼欣A.Caddle三子拿鹹牛經營餐廳, 他們是在社區保育啊。 雖然是一本守則,讓新北歐菜系廚師從這種大有道德價值觀點的北歐精神出發進行創作, 有趣的是,當中提到簡約也是其中一種要遵守的精神, 正如一眾北歐設計界大師已不斷示範,簡約並不代表單一。 因此,在新北歐菜系因A.每個廚師都應有他的獨特美學語言, 但過去,我們看得很多廚師都模仿每原符E.N.M.Rissiponato風格上造文章, 唯一叫我眼前一兩滴,是Nicoli,他的簡約,不單在迷上,也在餐單。 請看這天的菜式介紹 。 Varicus Woodruff,Colrabbit shallots,Havgu,Slavage,Yougatweed cabbage,Oyster veg,Goat milk Langgau stein,Cauliflower abit rose,Plum juicabril,Neuronian smoked mucous venison,Yellow bits pumpkin,Rowan blackcurrant,Milk salsa for blue cheese,Spruce fermented honey,Rubart食材片十五次新北欧菜,根據2004年的新北欧美食酸言, 不時不食和要求在地性,永續生產是界定的標準,為了對抗全球化造成的身份模糊,雖然認為新北欧菜由以下食材組成,奶類,包括大量酸奶和發酵奶品,乳酪、 紀念,牛油,芝士,菊類,蕎麥,黑麥,粗麵粉 ,一種不除膚皮和配牙的全麥粉,通常造成不發酵麵包 海鮮,由於地理想有延綿的海岸線和島嶼,海鮮何先向為傳統北欧飲食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這地區魚類主要為附含油脂和結實肉質的魚,最常見的是沙文魚和飛魚,另外生長於湖間的尊魚, 及於鹹淡水中生長的各種小哈也是常用食材,肉類,因天氣嚴寒,過往北欧菜依賴由肉類提供大量熱能,牛羊是較貴的肉類, 所以一般北欧餐桌最常吃的還是繁殖力強而集食二養的豬,雖然也會食用禽類,但難以跟歐洲其他地方對禽類菜式的魚中相提並論, 由於有了闊的天然森林,每到秋冬,醬綠肉,微鹵等野味是北欧地區餐廳必然當作菜式。 蔬菜,由於新北欧菜崇尚永續天然的食材,因此食用蔬菜均為一身內寒蔬菜如野菜、卷心菜、野菜花、洋蔥、紅菜頭、小蘿蔔 和瑞典毛青等Sweet Rootabaga, 雖然馬鈴薯原生於美洲,但移居自北欧多個世紀以來,早已在北欧餐桌上落地生根。 由於北欧被海洋和湖博所滋養,爽脆的青瓜因為能中和冤芬雨的咸香和炭焦甜味, 跟紅洋蔥一樣入籍北欧,水果,夏天必然是漿果,大王,櫻桃,李和幸,秋天是梨和蘋果,油,產量高品質好,內寒內濕又長得快的北欧原生大油菜, 經過多年雜交技術改良後減低了解酸含量,不單體現到書年中強調的永續天然原則, 而炸出來的油菜只有比橄欖油更少飽和脂肪,符合標榜健康的新北欧菜標準。 另外,自民藝復興時其此進入北欧廚房的牛油也是另一個較豐美的選擇, 醋,有果醋,如蘋果醋或漿果醋,和麥醋代替意大利陳醋。 芥末,北欧芥末會加入糖來調製,因此比其他地區的芥末來得甜, 例如芬蘭芥末的做法,是加入麥糖平衡窗口感已突出芥末獨特的味道。 芥末,相比於其他菜系毫無懸念地以黑椒和鹽作調味, 在新北欧菜的配對視點中,更認為白芥末和糖者以甜品對應含香的組合, 更能得衍生北欧菜的美國美學,隨心起舞Jasper Kerker Turnpout Radio時值五憂, 高原的太陽曬得店外的水泥丁世界一片白, 不知何時傳來讓你不自覺跟著Vis那遠內的Loon River去尼南, 或Bury的Space-O-Gity照回對孤直產生空間初體驗的記憶, 將店內那對廿來歲,正在玩酵皮情妻情沉的男女對話打個段段續續, 平天外媒,而長壁雙上鳥重臨襯板,上面掛光, 此數將令人聯想到自然,卻有顏色詭麗的照片,開闊的樓底, 餐和椅子,高聳至天花的木櫃,甚至是懸掛在虛空之中 那個超現實的透視廚房動靜之窗,帶來一種音樂性的, 鬆容的氛圍,看一下介紹,我,這家被評論為酒女美路向, 但價錢上更體貼的Radio,大廚之一的Jasper Caterpsey 的Cocci and Ritipi的門生,而餐廳主打新北歐菜,選用在地有機食材, 據說供應食材的農戶過去一直指以有機方式耕種,為餐廳提供八十種以上 當造有多樣化的農作,部分肉類來自Lawand的獵人,海產則是當地漁民在地捕獲, 非常新鮮,以上種種,簡直是推廣新北歐菜的示範單位,原來背後老闆是Close Meyer, 讓人不由得監視帶上豬是你的有色眼鏡去預告還未吃到嘴, 甚至還未點的菜式,但經理已經送上餐前小點了,一塊深色木砧板上, 有聚地擺放了清甜爽脆的生菜被聚上蛋黃醬,檸檬汁,百里香, 胡椒和新北歐菜主張用的油菜紙油, 替因為溫度回升到差不多十八、十九四適度的葛本哈根帶來一種種 深量下日的幸福感,這種簡約討好的賣相,更處是徐心偶化的即興, 有那點像尿脈般克爾,隨冰凍百里香白葡萄汁來的, 是酸麵團麵包和無殺菌牛油,高薪杯令百里香的香氣馬上飄進老闆,精神為之一振, 亦令風型甜美又大些微酸的葡萄汁更為清涼可口, 而酸麵團麵包充滿彈性,是一小口抹上無殺菌牛油,麥香,牛奶之香在舌上簡單完美的膠纏, 換醒了正在休假的蠶蟲,馬上覺得肚子餓,把麵包一把把絲同歪, 深眠,此期待起接下來的四道菜,我明白對大部分人來說, Renmeritslepe的確有如北歐神明一樣,因爲他的偉大,在於和Fernandridge一樣, 發明了一種新的烹飪語言,但語言是一種溝通回介, 正如有九聲的廣東話比起四聲的普通話,講起來活潑生鬼, 但廣東話一樣可以嚴肅或溫柔語氣說出, 亦不會因廣東話活潑生鬼的本質而限制說話內容者 就是大部分人因爲Renmeritslepe而對新北歐菜產生的誤解, 尤其是當新北歐菜強調運用大量當區原生的野菜山果和 只有當地菜能吃到瘦肉,很容易以爲, 只有Numana總部部為形刻意計算, 下下要對食客師以下馬威的表現手法才叫厲害, 殊不知正如北歐神話雖然主題永恆是創世榮光和死亡的偉銘性, 但每個神明都如普通人一樣,會生老病死, 只是大千世界小小的一個小分子這種大點東方佛性的開五和徐心, 我卻在Jasper的菜式上品嘗出來,只不過是四道菜,送上來時, 一道道邁上有如行雲流水,或無愛臨中石上的地衣, 自然不過,但只要你開始把盤中每種食材細異品味, 你會發現雖然Jasper的菜看似簡單隨意,但當中哪種簡約利落的布局, 不難令人聯想到丹麥那引以為傲的設計傳統,當你細味其中, 會發現它在處理不同食材、香草之間,或和醬汁時, 都因為經過精準的烹調技巧讓不同味道,質感產生有如和然產生的多樣性。 舉個例子,那道清語,烤爐筍,生爐筍,煙燻芝士,窄橋墨子和檸檬百里香, 視覺上造到有如水墨書法的揮灑,但真正令人傾倒是那種有陰陽的探討, 生爐筍薄片的青麗和經炭火烤製後大些微炭香又提升了爐筍獨特味道的對比, 而稍葉過的清雨,入口有點剛好的暖中大森涼,讓原來野性的肉質添上一點東方盡永的味道, 看不到大吃得出的煙燻芝士,和在口中敗啦敗啦, 欲著如有酵豬皮抽角的窄橋墨子,從中可見Jasper的功力我曾問Jasper, 怎麽看對於孫妍所提對新北歐菜的規格,畢竟對一名創作人來說, 怎麽看待框架決定他的風格,他回答的風格一如他的菜式, 說他會在這段晚春初夏的日子盡情探索當做野菜如野生馬肉蘭, 西班牙細葉勤到成放的野花和漿果,但他處理哪種看似萬得驚心的手法, 醬食客吃來有約聽有Riles Davis在1959年Kind of Blueside 變那首Frandons the Alternative,隨心隨性自然起舞,簡直有點吸舌頭感 哲學的味道,技巧編什麽是新北歐菜,據丹麥食品一萬五千年豬三資料, 丹麥人一直要到中世紀至文藝復興之前,才開始出現咸豬肉,使用麵粉、芥末、啤酒花、百里香和雞蛋的紀錄, 應該是當年維京人四出示藥,輪近地區的文化相互啟的才豐富了本來單調的飲食文化, 而在另一本由Simon Bridgette 撰寫的New Nordic Cuisine中,指出北歐食食傳統天機於實際的生活需要, 由於北歐嚴峻天氣,短暫的夏天空凌臨間充滿了生意, 暴然的數之不盡種類的漿果,是下天真經存在的名證,而小量在近北極圈地區能夠堅毅生長的蔬果, 如各種根類食物,和難得的各種蛋白質,也須要業績以便儲存, 眾多的防腐技術就這樣被發明,改進,如鹽水泡Lobrine , 而同時用到鹽和糖的乾製Cure,被認為是最有北歐飲食文化特色的業制手法。 使用的基礎,要選用油果醋,如蘋果醋或漿果醋,和蜜醋如非意大利陳醋。 《珠三history non-Danskens Medi-15R》,作者 Bertine Ball,出版社Danskland Brugs Museum , 2010年,新北歐菜的世界觀Torstent Villagerdell Studio直至目前為止, 我身體力行地於個本哈根感受到的新北歐菜,是白紛紛表現孫賢陀 and 扣致力表現的在地性,說的是食材,技巧,更是一種強烈的文化和身份認同。 這種身份認同,往往是直接的,帶強烈的地域觀念,如博恩霍姆道之於Cattle 或Radio那種輕快、利落、和睦考中與調及質感的經驗,直指向丹麥的簡約設計傳統。 但Torstent Villagerd 所代表的新北歐菜,是另一層次的探討。 當我第一眼看到它的菜式,首先聯想到Pulcini的蝴蝶夫人,同樣的是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 浪漫妻美,純感覺,而非真理,但當我細心研究它的處理手法, 就發現每道菜式背後,是有意識地,以極為精準。 克制的處理,為的是賦予傳統北歐烹調手法一種當代性格, 例如在他那道烏賊與崩海植物 ,賣上是新北歐菜經典, 花草中藏柴D 提食材,再者因A 即烏賊,Torstent雪, 這道簡單輕盈的菜,C Brown Butter,牛油和麵糞煮成內糊粽, 快炒烏賊至微卷即類去油份放入日本白麵市中葉製, 同時把各式香草野草和花,以不同意道烹煮,讓無論入口,色相都有細緻的層次, 這道看似人人可做到的暖沙律,重點在於火候的蘭葉, 這是一種經過精密計算和控制的菜式, 而他的白蘆筍與青草莓,White Asparagus and Green Strawberry, 玩的是膠前的香氣和味道,從食材上看, 這菜式是相當富北歐夏日風味的白蘆筍、青草莓、奢葉草花、 茉莉香、迷地香、檸檬汁、魚漢新北歐菜的標準, 這組合最正路的表達方式,是輕快清新, 讓人有如知相一片生意向鹽鹿草林間的夜餐景象, 而Torston有趣的處理,在於在一個白色的碟紙上, 紙在中心小心翼翼地,佈置了一個由, 迷地香蝦鍋的白蘆筍段,青草莓、奢葉草, 松針的小花球,當中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由視覺主導的菜式,指南的毛芒芽、 啡河的白蘆筍、怨得像剛彩夏來的奢葉草, 淡青的草莓切成一片片小心翼翼的, 感覺更像是飄零煙或小甜甜卡通因爲 想像出來美好,但黑葉布局的繁花青草地,當中的味道, 雖然用上牛油,但你居然可以一日分明個中不同濃度的淡麗, 不同味道的香草,極為幽隱的花香, 依附在Brown Blurter甜枝香上的百里香, 迷地香,松香,蛋香苟前荷漸疏月子、匹、丁、 中間夾雜蕊F蒙和蟲的青生,而兩眼柱, 是Torsten居然用上了意大利蘋果陳醋, 這可以新北歐蔡首則所禁止的,認為要表現在地性格, 必須用地道的麥醋和果醋, 但Torsten可不理,又用另一道菜作例子, 他有道蕭陽森配酸無葉語液, Grid heart of them with soral emulsion, 賣上像日本的庭園盆景一樣, 在裝飾用的小白花和青苔造景中, 有四片切工工整像日本似新的蕭陽森, 跟上的小號白蝶被小心活上以富含膠質雞肉汁, 葡萄籽油,白米醋, 混和打碎了的酸無草和成語液。 首先,這道菜真的太令我聯想到蝴蝶夫人, 於是問Torsten為什麼他的創作好像有強烈的日本符號? 他說,其實北歐菜和日本料理有非常相處的地方, 與對清新、鮮味的追求, 而在日常生活中,北歐也受很多日本影響。 如果你有留意北歐的設計就是一個好例子, 所以我創作的新北歐菜, 總是結合了我對傳統北歐味道的回憶和日本的想像。 說是對北歐味道的回憶,但其實經過我的過濾, 傳統北歐菜是口重而實在, 但既然我們活在今天, 要在傳統中找到今天也能認同的價值, 必須經過取捨, 所以Torsten很聰明地, 利用從日本美學歸納出來, 對不同程度對輕厚的模樣。 A在克制地運用一些傳統的北歐烹調手法, 在表現貴節性,在地性之餘, 同時不忘生活在今天應該對世界普傳, 放的空懷, 這是Torsten的作者論, 其實我從未到過日本, 但有日本風味的聯想不過是我講故事的方法, 我從過去作不同廚房的工作經驗, 讓我知道做菜也是在講故事, 但多數時候,當我手執食材, 便會從回憶找到要說的故事, 我會想到快樂的回憶,或愉快的想像。 例如當我看見楊森, 想到楊在林中快樂休息的場景, 便創作了這道菜。 Smart的啟示但凡翻查有關個本哈根新北歐菜的餐廳介紹, 總會提到Amen's Smarbrot, Open Sandwich, 我叫他單非三文治, 是的,他們的成功, 在於顛覆了人們對Smartbrot過去實而不華的印象, 當日三文治由英國傳到北歐, 正好是工業革命如火如土之時, 過去由貴族電龍建構的經濟結構被資本家和無產階級所取代, 而三文治的便利性, 簡直好像特地為勞動人民而發明一樣, 在一個打師吹廣之以知名而可以盡情勞略的年代, 資本家會盡量壓榨無產階級以獲得最多的服務, 作為勞動人民往往穩潮不得慢, 飽肚是唯一的目的, 一旦土皮撐得起,便掩耳到靈地說服自己, 說是心靈也得到同時滿足運運。 因此,三文治這種方便攜帶有可比亦吃吃得快的食物, 變成為無產階級的標籤, 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本土化改造, 本來以精製麵份烤製的雙非麵包包同而不是 為的是免得玉汁簽污了貴族要玩牌的玉手, 但精製麵粉太過資產階級高攀不起, 勞動人民寧願要一片粗礦實在又飽肚的單非黑麵包, 一片是精心計算的結果,足以讓土皮剛好不再空虛後心有異心, 但更是剛好負擔得來,因此,那片消失了的丹非,便是見證 生於貪婪的工業革命時代的名證。 據說,改良為丹非的黑麵包有如一件可靠的盛氣, 無論上面堆滿了幾多切肉片、罐頭魚、魚子、 芝士或任何你想要的食材,忠厚老實的黑麵包 會確保吃的時候,不會像其他麵包一樣因尖上了汁醬 而冰敗於山島,但這種指講求飽肚實在已不合時而。 當2006年Armonds成效 as 北歐菜概念興起,透過重新定義, 把過去受歐美快餐文化威脅的Smeret 設定為時尚,健康的新北歐菜特色食物, 精心選取新鮮,在地,當造的食材, 減少過去一股腦拼命對材料的做法, 而視像精心設計的產品一樣講求賣相, 考慮顏色配搭,講究層次佈局,而且份量要輕盈, 此外,為了更提出北歐特性, 無論是堂食時餐廳的佈置、食器、外賣合的款式, 都一如其三文字那般簡約利落,難怪Armonds成為 哥本哈根新北歐菜的一道風景, 而且從2011年起, 還反攻快餐大國美利堅的文化仲振紐約, 希望扭轉快餐等於垃圾食物的迷思, Armonds-Delica-Takeaway-Hastafiramax-Gate-Sub-DK-2100 在網坑 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大部份餐廳平日入座率都不高,尤其是午餐時段,反而在他們的街市,如在Sburg那個據說品質較高的街市 我們聊來向小攤檔買熱食的人,或街頭看美的小咖啡室,就算不是人頭湧湧也是持續有人坐其茶掛兼辣咖啡,是否以味茶多? P.A. 秀 H. 不流行認真上管子,有一天我跟在這檔,適的一對小逼人Stephanie或Michael 聊到這問題,他們點缺壞說,對話, 這如H. 平常一下班就會買菜回家煮晚餐,像我們一個星期差不多每天都煮 因為丹麥人都肯享受家庭生活,上管子完全是一種社交認識,所以大家會穿得飄飄亮亮和朋友去上管子,摸案S. 杯譚天雪地 這解釋了為什麼新北歐蔡智力在視覺上尊嚴,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的份量這麼迷你 我試過看餐牌被嚇過半死,一個套餐除了幾道主菜外,先前還有九道頭盤,後來才弄清楚,所謂九道頭盤 每道份量不比一塊餅乾大,九道下來,眼覆大飽,肚皮卻雷鳴如故,脆口來的主菜,份量也比香港慣常常管子吃的來得骨子 原來是這緣故,作為一種社交,吃飯飲酒是當中的形式,廚師要確保在see and being seen 的環境,讓進行應酬種種儀式的人流心到自己的心血,造型一定要搶眼 M. 告訴我,基本上丹麥人很著重健康,新北歐蔡那些什麼永續生產,季節性,在地性,其實是他們從小已經關注並實行的,根本不是什麼新觀念 但我們父母那一代,吃的就是傳統菜,很踏實無話的,到了我們這一代,已經較少在做那些酵肉丸,奶油煮野菜和合薯仔 肉丸雖然一樣自己用絞肉做,但多數配意大利粉,最多做多一個小時運動,為了讓我見識什麼是傳統味道 M. 和S. 次日邀請我到他們家一常傳統的北歐晚餐 M. 做的是主菜,烤肉丸,奶油煮野菜,合薯仔 M. 而S. 則負責一道油新鮮草莓,曲奇餅加在乳酪,煎奶和清零汁的甜品 M. 這是我父親教我的,她是個很厲害的大廚,肉則是家族流傳下來的 M. 每個家庭都有他的食譜,不同的是,今天我和Stephanie因為住在這種小房子,食材都要到市場買 M. 但我父親住在外島,屋子有花園,吃的基本上都是自家種的 M. 這種自給吃粥在丹麥都很普遍,我常了些烤肉丸,奶油煮野菜,合薯仔 M. 又吃了一點點甜品,由於當中用了牛油,有很多的肉,奶油野菜煮得剛好,吃得出菜香,但非常飽肚 M. 這種充滿行A. 家菜撲實無華性格的菜,基本上難以令人聯想到和新北歐菜的關係 M. 和S. 說,雖然他們自己已不會再這樣煮,因為老吃不完,但回到老家,還是一家人吃得開開心心 M. 因為陀道,含了家人濃濃的感情,也會想辦法讓家族的食譜流傳下去 M. 新北歐菜真正意圖雖然當下光是割本哈根已經可說人才祭祭,而且偉偉英雄七少年 M. 但當年新北歐菜能在短短時間內飛升國際,除了由Rain Maritz VP領頭限那一卡車一卡車年輕廚師功夫扎實,創意澎湃 M. 但我認為功臣其實還樂在close-mile這位眼光遠大的廚師商界其才中 M. 如果解讀宣言文本,發現每一條都環環緊扣 M. 由一班廚師,憑光協應平穩,一邊承傳,更新傳統技巧 M. 一邊從文化柴鏈琴增伏Z.七不同主題再發揮 M. 那道道正奇考師用上了上好品質的北歐原材料 M. 吃的人經驗之下,對北歐食材就留下相當好的印象 M. 當時業界以至北歐理事會就是看中書年中的無盡商機 M. 處處皆以輔助,除了業界不停組織廚師培訓和交流會議 M. 又請名處在電視上示範新北歐菜,賣的好象是創意 M. 其實也在把愛家庭樂的北歐人半控半遍地讓他們提高上管子意欲 M. 各國農產協會,設計單位亦乘勢踏上新北歐菜的順風車 M. 借創意帶動好幾個範疇的經濟 M. 無論Rain Ritchie今後能否重登世界第一的寶座 M. 我認為無關同樣,除非它再有全新的大突破 M. 否則新北歐菜已踏入了二世代,並將由新一班人注入新 M. 以帶領方向 M. 另一方面,close-mire的商業帝國已不限於利用以新北歐菜作主打的餐廳 M. 而且還添上了印度菜館,過去北歐人因為身處寒大 M. 對以前用香料促進流汗以來身體運行通創的菜系一向不太受落 M. 雖然經過八、九十年代以後對亞洲菜系的接受能力提高了 M. 但由於未能製造大量需求而開拓一個隱定的市場 M. 但這次我在哥本哈根,發現到這個一直不能攻陷的市場已被close-mire攻下缺口 M. 它在The Standard Naga Verinder,按照新北歐菜陀式靠色精神 M. 例如時令健康,做出一些針對哥本哈根下日而研發出來的新北歐封印度菜 M. 如那道Aspiragus, Pea and Broklesic, M. 靈感來自加以各搭的街頭燒肉串,為了針對後城府 D. 的人的市場,搭地將肉,變成當造的蘆筍,豆和西蘭花打爛成熔 M. 再混合肉豆,丁香,肉桂,胡椒,小豆,回香子和月桂葉 M. 然後放入480度瑟士的印度陶瓷烤盧中局 M. 出來的燒菜串居然成功將英式印度菜根健康掛與 M. 可見close-mire的獨具胃眼,這管扭轉乾坤的氣勢令我會繼續追蹤其發展 M. 看它怎样改變北歐人長久以來對上管子的觀念 M. 後記哥本哈根此行,本來是嘗試找出為什麼新北歐菜會 一下子從丹麥開始冒出來,但當我再從文化、政治、社會、經濟角度 M. 除光取別成立烤色原因時,同時讓我找到香港為什麼從飲食天堂 變成失落園的反面答案,從割本哈根的例子告訴我們 M. 一個菜系的崛起,不光是起多幾家廚藝學院,每年訓練幾多個廚師懂得拋或拋得漂亮 M. 以示在文化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才知道應該憑著什麼傳統 M. 緊隨時代步伐進行更新,政治上需要長遠的發展濫途 M. 例如鼓勵自給持足的本土農業,讓廚師能透過在地食材確立身份認同 M. 才談得上有創造一種全新的烹飪風格和語言的空間 M. 以在創造市場同時,如果業界不能掌握對政治 M. 社會和時代脈搏,根本無從打開新市場 M. 你說,香港有哪樣優勢? M. 贊文和鎮男攝影 周耀恩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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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耀恩